今天是我們冬季班的佛學班 第一次上課 所以讓各位知道 我們一連七週扣掉藥師法會 會停一次 之後連續有七講 七講的教材 是取自於佛光教科書 第五冊《中派概論》 講中派 中派概論跟宗教概論有一樣嗎 不一樣 宗教是講不同的宗教 那中派指的是同樣的佛教 但是佛教從開始 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 然後一路流傳到現在 二十一世紀 這個中間 如果它不是有機體 所謂有機體 就是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能生長的 如果不是的話 只是很保守的 原本的 一定要怎麼樣的 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在進入發展到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地區 不同的民族文化等等 它可能就會受阻 但是真理 它是可以騙於一切 它不應該有所謂的一定如何一定不如何的這種成見 所以它必須是活潑的 靈活的 這樣子它在發展的過程中 有機體 它隨時可以 就是吸收當地的養分 融入當地的文化 然後繼續在當地 就生根發展 然後繼續在傳遞 所以佛法是活的 所以佛法是活的 我稱它為有機體 所以它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它就會形成這種不同的宗派 就是這樣子來 所以有的人講說 佛教為什麼那麼複雜 為什麼這麼多宗派 為什麼不是單一 單一它就適應不了整個的變化 所以它會有按照不同的根性地區等等 就不同的發展 所以在我們佛光教科書一共有十二冊 我要講一下 這本佛光教科書的由來 這是從最早 總是有人見到我們的師父上人 星雲大師 就會問說 基督教比較容易 就一本聖經 就走遍天下無敵手這樣 佛教講就講三藏十二步 要步就八萬四千法門 到底要學哪一本 就有人問大師說 大師你能不能推薦我們看一本 就可以認識佛教的 師父說 確實佛法是很豐富的 大藏經都有一百冊 我們的佛光版大藏經 再把它分段標點注釋 現在還在進行整理中 那都不止一百冊了 所以確實現代的人 哪裡有辦法 用功夫這樣陳前 說深入經障 確實需要一本 師父說他想來想去 目前 就當時 真的回答不出那個問題 說是看哪一本 就可以認識整個佛教 所以後來師父想 那就自己來編好了 編一編 我要走過來 這個鏡頭要換一下 各位看 這裡有一套叫佛教重書 從第一冊教理 第二冊經典 第三冊佛陀 第四冊弟子 第五冊教史 第六冊宗派 第七冊儀治 第八冊教用 第九冊藝文 第十冊人間佛教 每一本都厚厚的 這樣十大冊 這叫佛教重書 這就是當時師父為了人家 要問這個問題 說看哪一本 結果師父怎麼努力 指導帶著書記士的弟子們 在那裡整理資料 整理出來所謂一本 就變成這十本 變成一部 就一套佛教重書 那佛教重書呢 這個版本 當時師父其實是 要先編給出家弟子們 自己做自修用的 所以並沒有在外面流通 那現在呢 已經收錄到 全集 師父的全集裡頭 其中有佛教重書類的 那個單元 就是從這套書編過去的 但是呢 師父說 人家問的是說 看哪一本書 結果呢是變成一套書 所以師父還是不滿意 所以你們看這佛教重書重不重要啊 這就是師父在回答說 看哪一本 現在當然是一部啦 是可以認識全部的佛教 所以師父呢 又再一次把它精緻化 我們的佛光教科書在哪裡 我們的佛光教科書在哪裡 佛教科書 在這裡 在這裡 就在我前面 好 就師父再給他精緻化 就變成了 比較小本 就是我剛剛手上拿的 這個 這麼小小本 就叫佛光教科書 一共十二冊 每一冊都小小的 但是呢 師父滿不滿意啊 還是不滿意 因為人家要的是一本嘛 所以 雖然是不滿意 但是這十二冊佛光教科書 已經是非常的濃縮啦 那當中呢 也因為它的濃縮 曾經有一次師父 在圖中講席會問我們說 你們看佛教從書跟佛光教科書 你們看 這個有什麼想法 這樣 我當時回答師父啊 我說佛教從書比較容易看 它那個 因為它很大本 所以裡面講說的呢 就會比較淺顯易懂 那 但是佛光教科書呢 雖然小本 但是它就是 因為要精簡濃縮 所以 其實不好讀 不容易讀 要講說 我說這個就很適合做佛學班的教材 因為要講說 那特別呢是一定要重視 它這個佛光教科書裡面的每一課後面有習題 習題後面就有注釋 那個注釋啊就像第二課 課文也不過三頁四頁 但是呢它的那個注釋 注釋的字是很小的喔 然後有多少條呢 三十七條 都要解釋 所以一邊看一邊看本文 然後對照著看注釋 如果你有心要這個用功學習的話 對得要自己要做這個功夫 這個是這兩套書 就是師父用來回答說 你看哪一本書 這個可以認識整體佛教 但是後來呢 師父沒有再說 是哪一本書了 但是出版的這一本書 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 真的是一本書 師父沒有說 但是我在看啊 這一本書 就是你看這一本 就可以認識全體的佛教 就是從這個認識佛陀 還有佛陀講說佛教的基本的教理 然後到佛教傳入中國 然後在中國的發展 發展出來的這個整個人間佛教 當然這個中間有法難 就遭到破壞 阻礙它的發展 但每一次的破壞 就是因為它是有機體 就好像我們這個人的身體有機體 在哪裡受傷 它在那裡長得特別快 就特別強壯 所以就是 它每一次的破壞之後 它的那個生長 就更加蓬勃發展 這個是 藉著今天跟大家講一下佛光教科書 那麼這個第五冊 中派概論 我們今天開始 我們只有七堂課 但是中派概論一共有 各位沒有課本 你們是講義 我在這裡說一下它的目錄 一共有二十一課 這一本書有二十一課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歸納一下 就分配在七講裡面 前三講是我來負責講 到第四講是廟讓法師 第五講是有望法師 第六講是知印法師 知印法師暫時還停留在馬來西亞 在處理護照啊 他的簽證的一些 重新要申請 所以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回來 那就算不能回來 他說他很樂意 他就直接用Zoom講課把它錄下來 然後在這裡一樣可以 陪著大家一起用功 然後這回堂課第七還是我來講 這個同時其實我講的部分 我是不懂得怎麼做PPT 所以我要感謝我們幾位法師 今天是能居法師 之後能序法師 能義法師 還有知盛法師 他們會配合我這四講 幫忙我做整個PPT的呈現 一些重點 今天我們就以講義的部分來看 講義各位翻開第一頁 看到第一課 中派總論總的認識 各位手上都有拿講義 沒有講義的請舉手 好嗎 在那個誰可以幫忙傳遞一下這邊 還在印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Violet是不看中文的 你用聽的啦 用聽的 你都可以聽 和你可以學英文族的 佛法真義英文的 我知道我們就是菩薩 雖然是我們華人 但是使用的語言是英文 所以佛學會考 中文的成人的 可以講中文組 只有我們大人這一組 有分A組 B組 我想大家至少要報名考A組 就是專攻金剛精 那如果你行有餘力 你覺得B自己用功 B所成會 沒有人B怎麼會用功 如果你想接這個機會 哎呀 就是狠狠地用功一下 你可以考B組 報名B組 B組就是兩份教材 一份一樣是金剛精 另外一份就是中派概論 那很感謝 我們有兩位談講師 在我們北美洲 不只喔 應該將近十位談講師 那其中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呢 金剛精提要 就是由溫哥華協會的 王克謙談講師 幫我們把他摘要出來 就是說他要不但讀得很熟 他要幫我們抓重點 然後編出那一本講義 那現在中派概論是洛杉磯協會 這個談講師的名字我忘記了 我在這個對洛杉磯那邊比較不熟 也是這個談講師 那他們就是把這個每一課 課文之中 然後把他認為的重點 就把它抽取出來 把它摘要出來 就編成了這個提供給大家的這份講義 這個講義呢 包含課本的原著 電子版就是電子書 其實都附在佛學會考官方網站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有書籍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 這套佛光教科書 我們好像還有好幾套 印象中有的 你應該這裡請一套 當然如果你已經擁有 星雲大師全集的話 你可以不用請 因為全集裡面 全部大師的著作都收錄了 所以就是有教科書的部分 沒有的話你就是單獨請 不然的話你就是上星雲大師文集 你一樣可以看到大師的著作 那怕有的人不會找資料 所以我們就在佛學會考的網站上面 還有早安佛光每個星期四 要講金鋼筋 都會把這個電子書 附上去 這要感謝佛光出版社 他沒有說 哎呀我有版權 你們不可以怎麼樣 沒有 他授權給我們掛在網站上 所以大家去看整本 中派概論也好 整本的成就的秘訣金鋼筋 大師寫了兩本金鋼筋 一本是足字足句這樣解釋的 金鋼筋講話 另外一本就是成就的秘訣金鋼筋 這個是師父在國父紀念館在講演 講金鋼筋 當時我忘記用三天還是五天講金鋼筋 應該是用四天 第五天歸一 總之當時講演的講稿內容 再把它整理出來 就形成了這次要考試的 是比較重點 有歸納式的成就的秘訣金鋼筋 所以這兩本書這兩本教材電子版都附在這個網站上 至於怎麼找網站 你們就看渥太華佛光山的網站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拿到了 翻開講義的第一頁 《中派概論》 這裡一共摘入了七段 第一段就講佛陀的教義 其實是很簡明 不是那麼複雜 他的大原則其實就是為了眾生 釋教利息 就是為了要讓我們從執著中醒悟過來 幫助我們解脫 我們之所以苦苦輪回 就是執著在這個世間 世間上有很多東西我們看不透 所以佛陀真的就是來這個世間 這一大勢因緣 就為了對我們眾生釋教利息 什麼叫釋教利息 釋 指釋出來 教我們利 就是讓我們能夠進入佛法的利益 讓我們得到法義 釋教利息 總是幫助我們明白佛法 只是說佛弟子的根性 各位看第二行 根性不盡相同 所以佛陀對我們這些根性不同的人 他也不會執著說 我就是講一遍 就是這樣了 其他你們聽懂聽不懂 就隨你們 不是的 佛陀一定要教我們懂 所以他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根性不同 理解不同 認知不同 所以就會採用適合對方根性的這種方式 這是所謂的氣理 氣機來為我們說法 氣理當然一定是符合真理 教義 那氣機就是對象 對象需要用什麼方式來講說 你像我一直蠻擔心 這往後再講的內容 是比較生硬的 就教理比較多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 在這之中 像平常時候我講課 講開始我都會講故事的 有時候故事有時候感應 舉譬喻 就是講一些可以稍微軟化一點的 不要那麼都是硬邦邦的道理這樣 但是這一堂中派概論 真的是大家有心理準備 這就是我替大家有點擔心 就是他比較枯燥 希望大家不要打退堂鼓 因為這個還是對佛教的認識很重要 你知道中派的行程發展 還有他的主要的修持的重點 你就知道那現代的佛教 要繼續怎麼發展 就這一個好像一條河流 你不能只看處理下游的問題 你要知道他從上游一路這樣下來 他到底是怎麼樣走到今天來 你都能夠了解這些 你就可以知道 往後我們佛教徒 要怎麼樣讓佛教法脈 繼續再往後再繼續 所以佛陀說法主要還是 契理契機的方式 這是第一段落 第二段在講說 說在印度的原始佛教 當時就在佛陀逆盤之後 就開始分 為什麼呢 分上座部 分大眾部 弟子們的根性 佛陀可以契理契機 但是弟子們要去講說 他在講說的時候 他所謂的契理 往往是自己相應的理 譬如說我假設講 這個淨土中的祖師 推崇淨土 這個三經一論 淨土中的經典 這個唯一就是往生西方 太好了 其他都不要 其他都 有的時候我都覺得 我都不敢講說其他都不重要 其實不是的 你這樣講有點棒法 就好像說 你把佛陀的法 分大小 分這個比較高 那個比較吃藥 對法起分別 我光是形容我都會發抖 因為我不敢 在我看 只要是佛陀說的法 他只是順應眾生的根基 會有一些表達 或者是說 某些場合 某些對象 他講了某一些法 但不代表其他法 就沒有或者不重要 只是因為當時的對象 是這樣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所以不要再去說 我們就修這個就好 其他的不重要 不要 你只要知道 我們相應這個法 那我們就專修這個就好 你可以這樣明白 你就不會講錯話 不然就會形成 是在毀謹佛法了 那在傳承的過程中 傳法的這些祖師大德 他當然也有他的根基 相應的法 所以就形成他單傳他相應的法 這就形成後來 這個中派的形成 跟這個是很有關係的 他可能獨尊某一個法門 有的就推崇哪一種的義理 或者是哪一部的經典 這個就是發展過程中 逐漸形成分門別類的系統 所以有的人講說 佛教太複雜了 這個實在也有他不得不的原因 畢竟佛教講的 他不是只講生活 你看其他的宗教 你生活之中 你可以快快樂樂 彈彈吉他 唱唱歌 聽聽講故事 然後就要博愛 對人仁慈 不要說謊 不要傷害人 要關心 大概 這個就是一個人生活 生活中 你照顧好就好 但是佛教講的生活 包含生死 進入到生命 他講的不是只有這一世 你其他宗教他講 你這一生好好的 然後相信 之後就回到天堂 主的身邊 他就這樣 點對點 這樣子的生命觀 但是佛教他講的生命觀 他是按照你所做的行為 行為又分佈在生口意 身體所做 口所說 包含起心動念 所想 這就是佛教特別不同於其他宗教 他牽涉到意 意念 不是手不能打人不能殺人 口我不能夠亂吃 我不可以騙人罵人 不是只有生跟口 包含意念 以心 心亡為大 心主導著我們的 所有的行為 所以這個生口意的修行 就牽涉到我們在往後輪迴的路上 我們這一期生命 從過去生不曉得 五十一節以來 到今生 今生 我們現在所做的也決定往後 所以他就不是那麼輕鬆的 我剛剛講 唱唱歌聽聽故事就可以 就不是 他有很多的學習 理解 而且不是只有聽就接受 你要聞思修 你聽了 要思維 自己要判斷 要思維 然後再去實 實踐 做做看 最後 文思修 正 你在體正上 一定會 有所 有啟發 有改變 然後一直到 整個 生命的提升 所以要進入到生命的層級 就不是只有生活過得好而已 所以更是深入 所以這個 因為這樣子 大家在相應的法門上去深入 就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宗派 當然大家都會強調 我們這個宗派最好 通常都會這樣子 他如果不認為好 他也不會形成一個宗派 他一定是 所以後面我們都會講各個宗派行程 通常一個宗派行程 都不是那個原創 那個主師去創中立派 不是 他開始了 這個法門的獨特和的殊勝 被遵從 但是要經過幾代弟子 這樣的傳承 然後 不管他修行法門的傳承 他的經典 他的著作傳承 這樣最後才形成一個宗派 所以是要有時間的 曾經有人跟大師講 說佛光山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影響那麼大 你為什麼不成立佛光宗呢 師父多麼清楚明白的人 師父回答說 這不是我的事啊 這是你們的事啊 能不能形成佛光宗 要不要有一個佛光宗啊 師父說我是提倡回歸佛陀時代啊 但之後會不會有一個宗派 這是看你們的作為 不是我 就是這樣 所以會不會呢 有必要嗎 那這些 就是有待 我們繼續在人間佛教的推展上 去努力了 好 那總是呢 這個講到是一個 一個原則 那之後呢 進入這第二個問題 就談到在印度 印度的佛教 最早的我們稱為原始佛教 在佛陀時代 原始佛教 那佛陀涅盤之後呢 就分上座部大眾部 當然他會這樣子分 主要兩大因素 第一個就是 後來的弟子 對教義的理解 慢慢有了分歧的看法 解釋不一樣 就理解不同 他在傳法的時候 講說有一些人不一樣了 教義的理解 這個會形成分歧 那第二呢 是修持 就在戒律的持守上 隨著 這從古印度2500多年前 一直一路走 他只要走100年 200年 300 500年 這樣繼續走 人類的生活 一直在發生變化 所以隨著這個變化 他又在這個適應性 順應 順應人們的生活 這部分呢 開始有不同主張 有的呢 就覺得 這個已經制定的完全不能改 你就是不能增加造就 他就比較傳統 這個就形成上座部 那大眾部呢 就是說 大眾的生活都在轉變 你有一些 佛陀也是講 小小戒可捨啊 你要發展 你一定要調整 順應這個人的生活啊 變化嘛 像這樣子就形成了 比較 是比較開放式的 就是大眾部 像這樣子喔 好 所以在這個原始佛教分上座部大眾部 然後這個是第二 第二 在講義的第二 第二 第二題 好 那 在大乘思想 他的這個發展上呢 就 有 中關 跟余邪 那中關 是屬於談的是 柏瑞空姓的 這中關部 余邪部呢 他就 是從 所以邪有部 又再分 慢慢的就是余邪部的形成 像這樣 各位會聽到很多專有名詞 有小秤的二宗 還有更為普遍的大秤的八宗 這個第三題呢 把它表列在這裡 形成中國的佛教 中國佛教的十大宗派 當然 巨捨中 陳時中 幾乎 幾乎 除了專門研究佛學的學者 像佛學院這些 會在研究 一般不會對 信徒開課講說 但是呢 大秤八宗 原則上都會 在中派概論裡頭 講到八宗綱要 就都會講 因為這八大宗派 還是在中國佛教 舉足輕重 甚至於到現在 我們的修持法門 人不離八大宗派 包含流傳的經典 這個是第三題 那第四題呢 就進入到 講到 這個祖師大德 他們 要 本來是 因為單一的 只提倡自己的 就容易見樹不見靈 那有一些祖師大德呢 就希望通過這個所謂的教叛 就是說我來統色性的來整理 整個佛教的這個脈絡 所以這個的用途是 就用意啦 是為了消除中派間的衝突 就運用了叛教的這個方式 來整理佛陀的教法 那當然他在各自判別各宗的高下 那有的呢 是比較強調自己的會比較高 他雖然總的判喔 但是按照不同宗派 還是有一點這個高低看得出來 好 譬如說華言中的五教十宗 先看這裡 華言中的五教十宗 這五教哪五教呢 小秤教 大秤十教 大秤宗教 大秤遁教 一秤圓教 像這樣子 那十宗是哪十宗呢 各位看 這個是對教法 去把它用這種歸納去分類 好 這個呢 各位不用擔心 應該不會考吧 我不是說不考就不讀 實在是資訊量太大了 我怕大家真的是 可能上課到一半就頭痛了 但唯一是告訴大家 你就先訊息 你知道 這華言中他提出的五教十宗 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樣 如果你專讀華言中 專門去學華言思想 那五教十宗那就要講清楚了 後面講中國的中派進入華言中 都會提到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不解釋 好 那接下來看呢 是法華中 所謂法華中 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 我們一般會講天台中 那他是以這部經典法華經 作為他的思想 這一句 所以又稱法華中 天台中 這天台中他們提出的五十八教 這個導師更常被引用 因為他除了有法 他還有這個 就是說法的畫儀式教跟畫法式教 這五十是哪五十呢 華言時 歐含時 方等時 波瑞時 還有法華涅槃 我寫一下 佛陀一生說法 四十九年 談經三百餘會 這個四十九年所說的法 如果要把它 就是這裡講的五十 天台中的分類法 用一首祭語 大師教我們怎麼樣來看 這個四十九年 下三十九年 有没有人会背 看 华岩石 欧含石 方等石 然后波瑞石 然后法华涅槃 就是这里的五诗 用一首祭语来看 就是这个四十九年的顺序 从最早佛陀正目之后 他讲佛的境界 讲的是华言 华言思想 华言经最初三七日 三七就是三个七天 不是三十七天 三个七天 三七二十一天 华言经 然后欧含十二 而欧含思想 欧含经 四博欧含讲的十二年 各位 我们这个 因为道场还没有盖 未来我们道场的图书馆 这个藏书 应该要从上万本 才基本的有限的 这个可以讲收藏基本的图书 要一万本以上 那要看我们的地方如何 基本上我会觉得 差不多两三万本 大概就比较全一点 但起码是 至少要一万本 那现在我们以 沃泰瓦佛光山来讲 大概目前的藏书量大概在三四千本左右 但是各位看说 这一排有三四千本吗 当然没有 没有地方放 现在就一箱一箱 还是在我们的仓库里 就连我还是要走过来一下 就是各位要会看 比如说 这一柜呢 是佛光版的大藏经 我们的编藏处 现在还在编辑中 目前这里完成的有八部藏 那这里有欧函藏就放了十本 每一帐都请馆长生人续法师 都选了十本 而实际上呢 他每一帐呢 可能是五十本 可能是两百本 但我们只能选十本 就好像秀出来给大家看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是欧函藏 禅藏 净土藏 净土藏 然后玻璃藏 然后玻璃藏 法华藏 唯士藏 本源藏 本源藏 到后面是什么 看不到 森文藏 好在这里 八部藏 其实如果要全部摆呢 就是这一排都摆不下的 就整所有的书架 摆不下我们目前已经编印好的 大藏经 大藏经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从古道经的所有佛教的经典论点 通通都要把它收集进来的 这种重书就把它集合在一起的藏经 那过去啊 过去啊 古代 历代帝王啊 都 他看他的政绩 其中有一个就是对藏经的汇编 就重新在这个整理过 然后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版本的藏经 但是到现代以来 就并没有真正像佛光山 真的是从头 依据几部最有代表的大藏经 然后把它重新去 怎么讲 编审 重新注释 分段标叠 所有这些 是很大的工程 这个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所以佛光山是很特别的一个寺院道场 并不是说 哎呀 我们有共修法会啊 有法会就好 其实佛光山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多 可能你们不知道的也还有很多很多吧 总是大师实在是太伟大了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的师父 好 那总是呢 讲回来了 我们讲到 这个 因为谈到这些 我说 这些所有的佛陀说法 结集在经典论典当中 经律论当中 然后收集在大藏经 但大藏经呢 又要再把它 要有人去做 就大师发这个大怨心 所以目前呢 我们有限的空间都摆一个代表的几本几本 你们就算没有看到整部 起码 你每一次呢 你想哎呀 我们七堂课 我每一次回来 我就去翻一个帐 今天就是哦很帐 明天要拿一个帐 这样 就是翻一翻 就算结个圆吧 我不是迷信 不过呢 就代表你心中有法 起码 你有那个心 你记得 这个法是很 很珍贵的 好 那讲回来呢 法华中的五十八教之说 这个八教呢 又分画仪式教跟画法式教 那画仪式教是修行的方法 画法式教呢是法门 这佛法的内容分类 像这样子哦 那这个是经常被引用是这个天台的五十八教 是最普遍流传的一种叛教方式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头去看 就是这里提到 像太虚大师啊 他的叛教 他讲大秤三宗 应顺长老呢 讲的是大秤三系 这三宗 法界原觉中 或者法性空会中 法相为世中 然后在法界原觉中 那应顺长老的三系是 信空为名 虚妄为世 然后珍藏为新 这个呢是比较常用的 尤其是应顺长老的这个大秤三系 通常我们会用这样子来 这个做一个分类 好 那这是第五题咯 第四题 刚刚讲到的 这个法性空会 代表的经典 各位看第四题第二行 这个 这个各部指的 就是玻瑞经 还有中玻瑞经 推崇玻瑞经的论典 这个是法性空会 那法相为世呢 就包含法相跟为世学 那法界原觉呢 指的是法华经 维莫经 华言经 能切经 能言经 原觉经 以及净土方面 这些方等经典 那还有如来藏 这些经论 这个第四题 第五题刚刚讲过了 第六题呢 说为了要让大家总瓜的了解 佛教进入中国的发展 这里呢 就是因为是从课文里头再露出来 就直接写我主张 我提出什么 这个我指的是星云大师 大师呢 特别在他有一篇论文里头 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厨艺 这个论文里头呢 大师就提出 中国佛教随者 他不是用中派教派来看他的发展 而是从历史时间上来看 就分六题 这六题呢 大家来看 别的不知道 我觉得这一题应该会 也不晓得怎么样出考题 那看题库了 题库呢到十一月几号啊 题库要出来 十一月中左右吧 那题库出来你们就可以看到 从题要把它设计成题目的形式了 这样 好 你听过课之后稍微有点印象 再去看题库呢 就考题的方式呢 就更容易一点 那第六题呢应该几乎每一次佛学会考 只要有这个范围 这一题都会考 通常是中级的这个中级班 它是用简答题 要你直接写下来的 这个你会记得整个佛教发展的那个时期 各位这样看 好 这个中国佛教流传与发展的六个时期 第一呢 是魏晋南北朝 是经典翻译期 第二呢 是隋唐盛世 是八宗并红期 第三呢 是五代造诵 是禅敬真主期 第四呢 是元明清朝 是宫廷密教期 第五呢 是清末明初 净土金灿期 第六呢 是二十一世纪 人间佛教发扬期 这些包含金灿等等 你先不用去评断它好不好 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它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发展 的这个主流 到现代二十一世纪 不是人间佛教是什么呢 躲在深山 无人问 你自修自了 佛教就灭了 那怎么样呢 一定要跟生活结合 不可以离开人间 所以要让佛教继续走下去的 一定是人间佛教 好 这个是大师提出的 最后第七题 说为了圆满人间佛教 就要有几点观念了 讲人间佛教应该要有的这个观念 各位看看 有哪一点跟发展无关 样样都有关 第一个是佛教要人间化 刚刚已经讲了 不是人间佛教是什么 不跟生活结合你怎么传 所以第一个佛教要人间化 第二个呢 教派要统一化 不要那么复杂 这就是师父 师父一直讲说 回归佛陀时代 现在好像穿了太多件衣服了 其实一件衣服就够了 就是说 你要多增加一点 什么自己相应的 但是也要知道佛陀本来的那一件 所以统一化 然后教理科学化 这一代 这个师父在提出 这几十年前 师父已经提到科学化 当时 其实我们最早在讲到科学 就想 那些物理化学实验 其实不止那样 整个宇宙的科学 太空科学 AI的科技 这种网路 时代 这些通通都是科学 所以佛教的发展 这个教理上 怎么样可以科学化 这个跟他的 与时俱进的流传有关 然后到杜众 要国际化 这个我看 在台湾 台湾佛教是很兴盛的 那听到有一些 就佛光山之外的 其他道场会说 他们的佛学院 招生 很困难 要来出家的人数 也因为少子化 整个瑞茧 就呈现高年化 老化 目前不是只有台湾佛教这样 教育界也是这样 全世界线普遍如此 但在佛光山 讲的还是很感谢 因为师父 找好几步 做国际化 所以现在 佛学院的学生 他不是只有来自台湾 海外各国的 甚至于综合起来 从国际上回到总本山的 还要多过在台湾的学生 所以佛教要一直继续 宏传下去 你的人间化 你的这个教理要 这个要统一化 包含就是 这里提到的科学化 就是你运用的 宏法的方式 科学化 还有人 这个度众要国际化 这个就跟佛教继续在21世纪 继续传承下去 是这个四个观念 是要有的 各位这样就完成第一课 我们是用这个提药这样子来大家 带大家看 这样上课有没有很快 半个小时讲一堂课 我还补充了一点点这个观念 好 现在进入到第二课 但是我们时间 看来不够 对 如果半小时一堂课的话 是比较理想 现在不够了 好 快一点 总是就是进行就是了 好 第二堂课 印度部派佛教了 进入部派 有部派是因为它有分裂 就分 那刚刚提到分上座部 分大众部 大乘思想兴起 又分于谐部 还有这个中观 这个有主张空中跟有中的 继续分 但这个部分还是在西元佛陀涅槃之后 一百多年的发展 两百多年到五百多年的 整个的印度佛教的发展的情况 你说它是分裂也可以 你说它是发展也可以的 我们来看进入到第二页的第八题 佛弟子对佛法义理 以及戒律行持 出现意见上的分歧 所以身团首度分裂成 主张积极前进 以革新派比丘为主的大众部 还有思想偏向传统保守 以长老比丘为首的上座部 其实在这个部派行程之前 基本上从佛陀进入涅槃 已经有一些弟子在讲说 这讲的是当然是佛陀这个僧团 上千人的这个弟子 有一些就在那里讲说 这个老人家往生了也好 以后就少一个人老是管我们 要我们这个怎样 要那个怎样 这个首座弟子 大家设尊者听到 很担忧啊 佛陀才刚灭盘 马上就这样子说还得了 马上就要进行 就是在佛陀入灭之后的 第一个结下安居就召集了五百弟子 五百大欧罗汉就在七叶窟 在七叶窟 王舍城在灵鳩山 在更山上的地方 那个要走上去 真的要先做体能训练 每次如果我们去印度朝圣 行程有排到七叶窟 我就要提早两个月练习走路 那一段山路不好走 跑到那么深山里头 山上很高山 那个洞窟 在那里做经典 就完全没有受外界的打扰 就在做经典结局 第一次结局 其实当时就 这个还在外面弘法的 妇罗罗尊者赶回来 经典结局已经快要结束了 但是他听到有一些 这个结论 他不赞同 佛陀虽然这样讲 但佛陀的意思 是还包含什么什么 就他听到的理解 他没有参与到里面 他觉得太遗憾了 所以呢 他就在窟外结局 所以即便是 佛陀入灭之后的 第一个结下安居 第一次经典结局 就已经有窟内 就七月窟 窟内结局跟窟外结局 那妇罗罗尊者 我觉得要重视 他这一派的结局 因为他毕竟 是代替佛陀到北方 这个等于说在 不是在佛陀宏化的这个范围内 还要更往北方 没有佛法传扬的地方 去代替佛陀去说法 他接触到的人 人们的生活 他的见闻 应该是要比在僧团里面的 要更广 所以他带回来的讯息 跟参与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看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佛光山真的很像佛陀时代 比如说 佛陀带领弟子 他有派弟子到远方去弘法 像北是谁 像蓝是谁 那就好像大师 他创立佛光山 还有总本山 但是他也派我们弟子们到 全世界各地去宏化 像比如说佛光山 到进入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还记得 本山中委会要召开 谈论五十周年要怎么过 这个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节点 怎么过 结果我就收到一通电话 师父要你回来开会 那个时候我都还记得 只要进入五十周年 那个是一月 就是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 我想 就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我这走开行吗 但不行 师父说了 赶快回去 我都不晓得什么事情 结果师父说 集合了 我这样看 他将近五十个人 除了中委之外 北半球南半球 各个主要寺院的代表 都到了 师父说 找你们回来 一起商量佛光山第二个五十年 要怎么走 这不能只有在本山讨论 你们在全世界各地 你们在当地的宏化 在当地的观察需求 这些你们的意见要带回来 所以实在 我想说大师的智慧 真的让佛光山 人间佛教可以一直 不管在本山 在主庭 还是在海外 一直都是一以贯之的 这个跟 我在这里讲 我说看佛光山 我不难想象佛事 佛陀时代是怎么样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生团 而且是由一位智慧 一位智者在带领 好 还有戒律的持守 这是在行门 行持上的这两方面 大家的意见不同 所以就形成了 比较是积极的 开放的大众部 另外呢 比较传统的保守的 就是所谓的上座部 所以我们这样看 这个大乘佛教 各位说今天的 我们讲佛光山好了 是属于大乘佛教 还是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思想 是菩萨乘 从印度为中心 向北传中国 这是北传佛教 向南斯里兰卡 这些是南传佛教 所以佛光山是属于北传 还是南传 北传 就从方向 从方向上 从修持的法门上 确实是可以做一个判断 但当时的 对于佛法义理 还有行持一个解 一个行 这个是密不可分的 有分歧 所以分成大众部 跟上座部 到现在我们看到 南传的比丘 我们都要尊他们为上座部 比丘 上座部 所以他们穿着佛陀时代的袈裟 他们谨守日中一时 那就不动的 但是 他们对于这种 进入社会 这种生活的佛法 就比较少 不是说没有 这个作为还是有所不同 但是很传统很传统的 完全不接触的 都在山林里头 圣林里头自修的 也是有 他们就是以大座为主 以自己的修持为主 像这样上座部 那大众部的就是发展出 像人间佛教这样子的 比较开放性的 第九条 说第九题 说按照北传佛教的说法 这个分裂 主要是大天五式 我就用解释的 这个大天五式 是对欧罗汉 证得欧罗汉之后 他在修持中 他包含他的生理反应 各方面的认定有不同 叫大天 这是一个比丘的名字 叫大天比丘 他提出有五件事情 叫大天五式 是这个主张 这是北传佛教说 依据这样子 所以 主要在教理上的意见不同 特别是这个大天五式 所以就分裂为大中部跟上中部 这是北传佛教的一个说法 那第十条是南传佛教的说法 南传佛教主要是从戒律上 它依据叫十事 有十件事情 这十件事情 如果讲给你们听 实在很小 这生病的能不能多吃一点盐 这个吃过饭后 那个漂浮在牛奶上面的那层乳酪 可不可以吃啊 就是很细微 包含 这个所谓的过午不时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来看 11点 上午11点到下午1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午时 可以吃饭的时间 以这个日中一时的时间来说 11点到1点 那过了这讲得说 有时候出门红化到回来 真的来不及 所以这个日影 太阳的影子 如果偏斜超过两个指头的宽度 那个影子 在这之内都还是可以吃饭的 像这样子 可以还是不可以 像这样 包含最后 你生活中你出外 有的时候你要买一点东西 那出家人能拿钱吗 就像现在我们可以刷卡吗 我可以拥有钱吗 虽然师父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要当平生 就把这个物质 金钱的拥有降到最低 原则上我们也够低的了 因为没有收入 就是在佛光山领单营 单营 我们在海外不错 把台湾的单营还乘以二 我也不能透露多少 我只是有点担心 我们几位刚刚出家的法师 一年了 应该习惯了 刚开始 哇月入几千几万 突然之间不到一百块 我就想 这个习不习惯呢 应该习惯了 以无为由 把自己交给常住 接受大众的供养 自己不用去 急急盈盈的 要去想办法 筹钱都不用 所有的净才 都是给到场 去做大众的事情 像我们这边 见识的事情 那自己需要什么 跟常住申请 所以你在脑子里头 就没有要去赚钱 花钱 这些观念 没有 那在佛陀时代制定的 要完全保留吗 到现在 很严格遵守的 有一些上座部 南传的比丘 他们如果出门 他要搭公车 去买车票 怎么办呢 他不能一个人出门 他要带一个近人 就是男众 就是有一个男众的护法信徒 跟着 然后帮他背东西 帮他付款 帮他处理这些 各位想一想 如果我们出门 都要你们其中一个人 都要陪着 这也不太符合 现代的生活 这个都有讨论到 都这样吗 不能调整一点点 我们不执着 不依赖 不贪婪 已经做到这样就好 如果说完全都不能 那连出去开车 自己开车 那要到加油的时候怎么办 加油的时候 要等什么人来帮我刷卡 在现代生活 佛教如果是 没守成规 是发展不下去的 如果要 所以这个也成为 这个佛教在主张不同 那很传统保守的就说 这就是佛陀时代 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传承 有没有发展 他不关心 我就是这样子传 能传就传 就这样 但是另外大众部那一边 就不行 就必须要调整 但基于这一点 最后 这个很严格的 这些长老们 判定这十件事情 非法 这不如法 不可以 这样 叫实是非法 这能传的说法 所以就肯定就要分开了 既然大家意见不同 所以就又分成 那这一次的这个 在佛教史上就将 这一次的分裂称为 根本分裂 那第十一点讲 《义部中伦论》里面记载的 大概佛陀入灭后三四百年 一共发生七次分裂 分成十一部 有的是直接从第一次分 说一切有部 再从说一切有部再分 那有的是从直接就分哪一部 所以一共有七次分裂 成十一部 那第十二题说 第一次分裂 出现在主张三四十有 法体横有 都是十有横有 那一个部就叫做 说一切有部 主张有 这是上座部系最大的派别 他的论障点击很多 后来就被视为是上座部的代表 就说一切有部 你们听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快要听不下去了 我已经敲下课 钟怎么不下课了 就是很硬 就是这样 讯息讯息 我要谢谢你们 我也再一次讯息 因为离开佛学院 你没有特别讲说 也不会再一次用功 这样 所以我就想大家用功 我们把这个第二课讲完 第十三题 说第四次分裂 就是从说一切有部 这个已经分裂出来的这个部 主张什么都有的 再分出化地部 化地部是主张 佛与二称皆同一道 同一解脱 说身中有佛 所以故失生者 你不是给生团 便获大果 非别失佛 不是一定是布失给佛 给生也是一样 这个观念就已经具备了 大乘佛教的这种思想了 这是第四次 有画地部 第五次分裂就从画地部 间接的 从画地部 然后再分出法杖部 法杖部是后来 形成后来的大乘密教的先河 第六次第七次分裂时间 大概是在佛陀入灭后 第三百年到四百年初 那是从说一切有部 再分出来 荧光部还有金亮部 这个像金亮部 就是后来的佛教辟喻文学的基础 它都有它的 比较偏重 主张那一部分 第十四题说 这个大众部又称为摩赫生旗部 是大众部的根本部派 大天比丘是它的始祖 以缘起观为论点 主张现在有体 但是过去还有未来古体 没有这个本体 主体 那大众部的分裂 前后有四次 大概都发生在 佛陀入灭后 两百年到两百年之间 就分出九部 这是激发大乘佛教兴起的主流 是这一派 大众部 第十五题 从上宗部跟大众部分裂出来的部派中 有的是以教理特色来命名的教理特色 那有的是以地名 他所在的地区 来做这个部派的名称 有的是以创始者来定这个名称 虽然这些部派各自有建立他的思想体系 但对于佛教的基本意理 基本上佛陀讲说的 例如三法印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元起 还有涅槃等等 仍然是一致的看法 这个教理是没有分不同主张的 教理的理解跟解释 讲的都是一致的 这个是在第二课讲到印度部派佛教 各位听不懂是正常的 就是佛学的学生也听不懂 考试就是死背硬背这样子 因为它就是历史 毕竟我们熏悉的不是部派佛教 各位如果你去听 净土宗 律宗 天台宗 禅宗等等 你都觉得很亲切 你很有兴趣 我就是喜欢听这个 看这个 比较有趣味 不是趣味就跟你相关 它就是中国八宗 我们在接触的 但是部派 这个部派的论师 就在第三课讲到印度大乘佛教的学派 又是另外一堂 本来今天应该讲到这里 但这第三课的篇幅是比较多 那下一次上课 因为下一周是药师法会 所以是两天都法会 然后再下一周 我想是应该要用法会后 我先把第三课 就用PowerPoint的方式 在法会后就讲第三课 然后下午一点到两点 就讲第四五六这几堂课 争取时间 只是带大家看过 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还是替大家很高兴 多文讯息 这种课除了在佛学院里面会讲 一般外面 除非专门研究的 真的是不会讲 也就是没得听 那好不容易 这次要考 不管考几分 你就先学 先讯息 那你说 到最后你决定还是报A组 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有报名就会用功 如果你报B组 你会更用功 你会反复看 反复讯息 到最后你说 本来可以考个98分 100分 就是这个B 错了几题 就变成78分 你会很泄气吗 不会 因为重点不是分数 重点是你用功 你终于 就也用功 也报名 也坚持下来 肯定有收获 至少你对佛教更多的了解 希望这些都帮助各位 在认识自己所信仰的佛教 好了 我们就先到这里 先下课 阿弥陀佛 我